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的一位主要制作人 于4月10日出现咳嗽的症状 一位男性工作人员4月11日开始高烧 两人都接受了病毒检测 4月15日结果为阳性 目前傅川优胎也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伴随着此事件 周日台报道 直播节目的除制作相关的部分员工 普通知医员 原格少不能进入公司